秦山回答粉丝的脑洞问题 1.突然没有想过为什么天天死人吗? 刚开始肯定是想过的 言外之意就是突然已经任命了 走到了哪死人他都已经习以为常 2.从突然的角度看修一和安斯透是怎样的 是值得信赖的伙伴 但最好别碰在一起 好家伙突然和他们任何一人合作都失败重备 反而是两人同时在场的时候容易出问题 突然看到他们两人的内心一定在想千万别打架 3.优众的仇人肯定都是男人吧 秦山笑而不语 这个问题的本质其实就在于他找了有希子做老婆 而有希子又被誉为最受日本男性欢迎的女女心 那么多男粉丝得知他要嫁给优作 你想想会不会拿宠婚过去 4.记得会穿女装去买女装吗? 啊?被你这么一说确实 好家伙想的这么知道的吗? 讲当初网购没有普及的时候 好像真的只有亲自去服装店购买吧 简直不敢想象记得买衣服的画面 5.评测为什么不喜欢叫人名 他除了红叶和叶工腾外都被叫做名字 这么一想好像是这样的没错 基本上都是用一类模糊的概念去称呼别人 比如他称会员为小姐姐 称小蓝为中层的女人 6.新衣手机里很多小蓝泳装照吧 说不定哦 其实之前有粉丝问过类似的问题 新山说过原子经常会把偷拍小蓝的照片发给新衣 7.松田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 秋元签素拉种类型 这也是在漫画里明确表示过松田对她有好感 不过那都是松田一人的单恋 也许她喜欢左腾的原因也是因为向签素吧 8.扣男的正向脚内鞋可以洗吗 可能会短路吧 粉丝总能问到这么刁钻的问题 既然鞋子是套电流刺激穴位 那多半是不能够洗的 难不成意思是秋蓝这七年都没有洗鞋子吗 9.如果青山也变成小孩子会做什么 我想和小蓝一起洗澡 好家伙不愧是秋蓝的作者 和秋蓝的那点爱好也是完全一样 说不定青山早就把自己想象成了秋蓝的样子 10.师娘是不是很受女孩子欢迎 当然啊 甚至还会知道情书 这假小子到现在都还分不清她的性别 当时把秋蓝小蓝他们都给糊弄了 更别说学校里的女生 11.事情玛丽是被装在箱子里运回日本的吗 MI6帮忙伪造的护照 一看问这问题的粉丝就看过干星之权 因为记得就是把春蓝装进了特制行李箱里蒙混过关 12.夏天的时候琴酒会穿短袖吗 青山表示这个问题都把她的拦住了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矛盾 干脆就把春蓝的时间都集中花在了秋冬季 不然穿短袖的琴酒一下就没有那种冷血无情的感觉 13.目前还有粉丝没发现的伏笔吗 那当然是有了 现在粉丝们几乎都已经到了万能的地步 被作者忽略的稀奇都能被他们挖出来 所以才有了拉着梗 作者不知道写什么就来评论区看一番就有了灵感 目前光是知道的特兰伏笔的一大堆 先把这些梗给填了再说吧 14.福特加是笨蛋吗 也许哦 好家伙福特加不要面子的嘛 这么尽心尽力为酒场服务 最后落得一个笨蛋的下场 15.星姨除了推理成绩还是第一吗 她就是这么聪明 青山直接给出这么肯定的回答 充分说明了 星姨的智商不是一般的高 在除了上周外的其他领域 几乎都是拿捏